发掘新闻内幕 挖口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为您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翰先生 第二位是周年晃先生 还有一位是陈立宏先生 以及陈金兰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天主题是选后的台湾 经过上个礼拜六的这个选举 那么 欢喜也欢喜 感谢也感谢 那么就像柯文哲说的 太阳升起之后 我们大家都要继续工作 但是这次的选举 有太多值得观察的现象 那么我想 当天走在路上 你一直听到有碎玻璃的声音 就是眼镜通通叠了很多 OK 我这样的举例就是说 其实很surprise 当然选前其实 观众朋友不讳言 大家很多话语 是没有办法在电视这样播出的 因为认会影响选情 或者是说 所以其实有一些观察都认为 这个国民党应该会是 很大的一个 就会得到教训 OK 但是没想到这个教训来得这么大 甚至有友台的评论家说 用灭门惨案来形容 那是网友形容 叫灭门血案 我觉得血案太残忍了 其实都很惨了 但是我觉得 哀经勿习 顺不交败不哪 因为再怎么惨 至少国民党也还留了几个活口 对不对 未来这也许就是突破的 一个出口 我觉得标题下最狠的是 中国时报 输到只剩总统府 对 其他各报都没有下这么狠 然后隔天的标题是 头号战犯马英九 这一次不只跨越左水溪 跨越大胺溪已经冲到新电溪了 淡水河都够了 超越基隆 对啊 新电溪是被朱立伦守住了 但是你看你刚刚讲的那几家暴截 选前不就是一面倒的停马吗 对 替他排除障碍吗 替他巩固选情吗 甚至放假民调吗 对不对 那怎么选后突然就变了呢 那为什么不做一点 比较真的比较持平的报道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报纸标题的愤怒 可以理解 因为当天晚上大家在等马英九 开记者会的时候 对不对 本来说八点嘛 八点半 过来延到九点半 延到九点半 OK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在进行按捺啊 为什么 在那段期间 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立委 或者是上电视的这些人 都接到了国民党副主席 或者是相关高层的电话 希望他们不要 对马英九逼宫 不要随之起舞 他讲得很客气 对 那不要讲那些 讲那些 不要说重话 出手不要太重 就是要巩固领导中心 要团结 所以电话卡一轮 要等九点半就对了 那他那个时候都在做 五点就开始卡 都在做这种危机处理 那另外 其实网路上有一折 没有 他第一时间把江一华 跟周永泉推出来 想说这样应该稍微 推出我们斩首个巡公圈的话 应该稍微可以平行众路嘛 可是立委 那么多人不满 那副主席有几个打电话 应该是 都有分配 我那时候五点的时候 有男有女都有打电话 快五点 快五点的时候我在友台 那跟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那时候才快五点 等于说刚开票开不到一个小时 那个国民党的立委就接到电话了 是其中一位副主席打的 那个立委当然没讲什么了 后来我问他说 他就叫我们不要随之起舞啊 怎么样啊 因为那时候罗淑雷已经开枪了嘛 罗淑雷那时候已经叫马英九要辞党主席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分头去打电话了 那罗淑雷凭怎么开枪呢 那时候他们用那么多副主席是有那个 这就是卡电话你就知道多少 就用到 其实一个副主席不够用 我想其实很多国民党的这个中贞党员 或者是长期支持国民党 就好像有人长期支持民进党一样 都有那么一块 那当然这是因为白色的力量 把两边很多颜色都融出来了 OK 我想这就是白色力量的一个 这个力量之所在 可是我想大部分的国民党 大家也觉得不是输不起 可是真的要痛定思痛 可是怎么会这个主席竟然最后是说 他要忍辱负重 你知道所有在好多蓝军的朋友 在电视机前面看完都说 你还忍什么忍啊 我们都不忍不住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忍 那你呢你还忍辱负重 他要推动改革了 谁叫你忍辱负重啊 OK 所以其实真的下台要靠智慧 这个时候他还看不出这个形式吗 他还要拖 你看他第二天才说他可能会 那个就已经 黑色就很壞了 洪一哥在那个我们选前的最后一天有讲了个故事 然后我有分享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洪一哥在这边一定可以证明 其实那天我就已经跟你报告就是 其实国民党内部做的民调台中是输4% 台北输12% 那天我就给他报告了吧 这不是好小的 但是在这样 但是我们因为选前我们不能够公布 我们不能对观众讲 所以说国民党会认 国民党评估台北跟台中会输 这个其实是没有意外啦 但是呢 就像这个之前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在 有点忐忑就是说 正负3%的范围当中 如果台中输4% 会不会后来赢个几千票 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选举这么多的变数 所以还在期待能够台北 就算输台中还能够赢 的确国民党的高层是这样 民进党相信也没有100% 而且他们认为桃园一定赢 桃园根本没有被讨论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是有两套剧本的 一个叫做剧本A 一个叫做剧本B 剧本A就是那么 没有想到台中居然救回来了 只要台中一救回来 那就没有逼宫的问题 老胡都已经没有输了 他总不会叫我下台吧 3比3 对 而且柯文哲还算是武党的 所以证明有七连保胡嘛 七连保胡那个基本上是 你要救胡志强 必须要牺牲 连胜文这逻辑是不通啦 只是说两边都很难救 那如果你要救哪一边的话 当然是先救台中 因为台中会跟2016 有最直接的关系 所以计划A就是 只要台中没有输 没有逼宫的问题 这样就稳住了 这样一话可以做到2016 继续干这 因为说实在 剧本14个月也没有什么 什么隔壁还换了 但是剧本B 如果说台中也输 台北也输的话 那党中央其实有预想到 相信廉家 他王金平还有老胡都会出来逼宫啊 一定都输成这样 他直接是掉了两都 你一定要马祖先下来 所以剧本B是有一个备案的 我怎么党 就是要把郝龙斌直接 这样一话就要下来 如果是剧本B发生的时候 台北台中要是都输的时候 这样一话就一定下来 不好意思 你在跑党跟政嘛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最接近 就是那些 开票的过程里面 从5点 蛮久看到了那个开票的结果 说8点钟他要出来 然后到9点多 9点多他才真正出来 那到后来之后 他到底为什么 围了那么多巨马跟蛇龙 然后接下来这礼拜天 他到底在做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把他刚才延续讲 马上就会把他整我讲 所以剧本A跟B是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最后的状况是 剧本C 过来都死了 死得很害怕 全部死了 桃园是没有想到要输的 说实在的 我也有去访问郑文燦 他自己其实也没有 那么有信心说我会引江州 我应该可以选的还不错 但是因为总是这样 所以桃园没有拜选声明 有一方没有准备拜选声明 有一方没有准备胜选声明 这一次除了基隆的林佑昌 我觉得他可以拿到10万票 而且会赢之外 其他地方我几乎都没有看准的 连票 就是有的地方是知道说谁 就像我知道朱立伦会赢 可是我根本不会想到 他只赢了2万5 真的 那国民党他根本没有想到 会输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已经变成了剧本C了 当天晚上马上就应该要体验到 他说准备了两套剧本 已经不适用了 但是为什么 到最后一刻有的国民党的人 还相信国民党会六都赢四都 台北赢 你说哪一天 到最后一天 还有人在放话 说台北赢 桃园赢 新北当然赢 台中赢 六都赢四都 这叫大赢状态 你知道到最后几天 还认为国民党会大赢 前一天晚上大赢量喝多了 而且他们觉得在这种气氛之下 还相信台北市会赢十万票 赢十万票 因为他有动员出来 还把你知道 因为北京有很多来台湾官选的 一些人马 还有人去跟北京的国台办的 一些官员讲台北赢十万 那些官员还跑来问别人说 有吗 这个会赢十万吗 放在习近平桌子上 他也觉得眼镜掉一地 你这些国台办一万多人 通通都回家吃自己了 我跟他说 中国的反应是台湾人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孙子参 国民党摆到这个天高 那个环球时报最能代表 中国的共产党 那是银派的报道 他说 对地方型选举我们看不懂 这种地方型选举我们看不懂 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也 我们也不在乎 这不影响两岸大局 这是个茶狐狸的风暴 这是中国的台独 然后今天这个他们又 这个中国时报又写 中国微报导 对台湾的选情 微报导 什么叫微 小小的小小的报导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我们有一种大企业 有一种中小企业 有一种叫什么 微型企业 微型企业就是一个人叫老闲 而不是 台湾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微报导 没关系嘛 我们看一下世界其他的报纸 你看BBC 纽约时报 日本的报纸 全部都是用大篇幅在报导 而且我发现他们报导的角度 其实非常一致 大概不出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选民对执政的马英九 有投下不信任票 再來就是對於 離中國遠一點 這個其實都非常清楚 就是土石流潰敗 跟台灣人用選票證明 不喜歡走現在馬英九的中國政策 就是主要就是兩個方向 然後這個標題下的 也真的是滿台版的 我就不相信BBC知道什麼叫Maji BBC住台灣的記者 通常都是台灣人 BBC有中文網 而且其實我提醒大家 一般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這一次所有的媒體選前做民調 Maji你不曉得英文叫Maggie 哦 她不可能用這樣寫英文的標題啊 這次所有媒體選前做民調 最準的是誰你知道嗎 BBC 她最準 因為她最後我記得我看到的是 她預估 那時候她預估是 民進黨會贏實習 大概台灣沒有一家媒體 敢預估民進黨會贏實習 民進黨自己都不太敢 我選前不是給你看 主頭的報告是不是實習 對 主頭是實習嘛 可是主頭桃園也輸了 然後新北是大輸 新竹是呢 新竹也是輸的 剛剛我剛剛講到國民黨內部民調 我剛好選前來我看到民進黨內部民調 台北市贏18% 台中市贏15% 所以我就跟國民黨內部做說 台中市林家龍市贏4% 我覺得那個差距就很大 然後他們 台中贏15%對不對 對 贏15% 國民黨輸4% 來回的差1% 差了11% 那唯一真的民進黨真是沒做準的 是桃園跟新竹 真的連民進黨也沒做準 沒想到會贏 他們民調說出來都不會贏啊 你剛剛沒有回答鄭大哥講的 那總統這兩天的行程 等一下我們來講 我覺得大家很想